欢迎大家来到GES2019未来教育大会品牌工作坊 雪儿思青客智慧家庭教育产品发布会的现场 本场发布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雪儿思青客产业中心负责人 王玉顺老师担任主持人 王玉顺深耕互联网产品技术领域16年 机器学习方向博士 曾在微软美国总部腾讯阿里巴巴蚂蚁金服 担任重要产品技术管理岗位 先后在人脸识别搜索认知云计算旅行电商 普惠金融等领域推动产品和技术的创新 在B端和C端积累了丰富的产品经验和团队管理经验 让我们掌声欢迎王玉顺老师 尊敬的各位来宾 媒体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本场发布会的主持人王玉顺 有人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的启蒙老师 那么家庭一定是 孩子的第一所启蒙学校 家庭是教育的单元 年轻父母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 却非常的迷茫 或者说焦虑 中国的家庭教育需求 比以往任何时候来的都要强烈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下 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家庭教育的效果 或者效率能够有十倍的提升呢 好未来的使命呢 是让科技推动教育进步 学二思清课要让学习有趣更有效 我们一直在突破创新 希望把人工智能 大数据 认知计算等新技术 和高品质的内容相结合 把客厅打造成智慧教室 提供家庭场景下的 在线教育的新模式 对此相信大家 已经与我一样的好奇与期盼 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我宣布 学二思清课智慧家庭教育产品 发布会正式开始 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 历龄本场发布会的嘉宾 他们是中国移动智慧家庭运营中心 智慧互联网产品部总经理助理 荣裕军 百事通总裁程锡 京东零售集团消费品事业部总经理 江龙武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副主编 纪鹏 芒果TV广告营销中心总经理 万林 中国SOS儿童村协会秘书长 朱飞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新阳光病房学校项目总监 王岸华 水滴工艺外部合作负责人 朱灵芳 雪尔斯钦克总经理江真钦 熊猫博士总经理林燕 好未来战略总监潘兴 好未来中台人力资源总监刘盈 好未来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项目组 项目总监胡荣明 以及30家媒体的朋友们 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 雪尔斯钦克作为好未来集团 普惠教育产品的代表 致力于服务大众家庭 成为最受欢迎的多评家庭智慧学习平台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雪尔斯钦克总经理江真钦 为我们解密雪尔斯钦克的产品战略 江真钦 雪尔斯钦克的总经理 承认好未来互联网产品委员会的主席 最早一批实现百万IP访问量的个人站长 先后担任人人网产品经理 摇篮网产品总监 2013年加入好未来 历任考研帮总经理 高考帮总经理 2018年开创雪尔斯钦克 首年即突破百万付费学员 开创了新学习的全新模式 掌声有请真钦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雪尔斯钦克 来跟各位讲一讲 雪尔斯钦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理念和一些数据 经常我向朋友推荐雪尔斯钦克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叫雪尔斯钦克跟其他的在线教育产品 有什么区别 你们怎么就清了 为什么叫清客 这是几个直击灵魂的好问题 那我们先从下面这张图来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把在线学习的环节 从计划沟通预习复习教材的轻拓展 重点提升作业和课外 按这个环节去展开 我们发现在计划沟通这个环节上 有很多很成熟的加小通的产品 在重点提升这个方向上 有很多现在在线知名的在线教育公司 尤其是以直播大班为方向的 重点提升的这样一些产品 在作业在课外都有很好 很健全的产品矩阵 但是我们回到预习复习 以及机遇教材一点点的轻的拓展 和难度的扩展这件事情上 我们发现并没有出现巨头 甚至在大众市场 这样一个刚学上 并没有被互联网产品 很好的满足 我们发现在很多低线城市的家庭里面 很多学生是需要去通过 学习大量科类的这种预习复习 和一些轻拓展去完成自己的科类学业的 很多家长也很重视这一块 但是很奇怪 在线教育发展这么多年以来 在这个三个方向上并没有出现巨头 可能是因为说 因为授权比较难 设计的环节比较多 货客也比较难 也有可能是说 在这个方向上有可能是因为 产品很难卖出很高的价钱 所以一直没有出现特别好的对手 没有出现特别好的产品 但我想这既是现在行业的困难 也是我们最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的机会 我记得最开始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很多行业的朋友提出反对的意见 说你让小学生通过这样一个产品 去实现自己的预习和复习 小学生怎么可能会自学 他既没有学习的兴趣 也很难有学习的自屈力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可以做成 这个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通过我们自己不断地努力 我们发现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所以今天也是很激动地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理念 和我们的一些产品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 上一页我们讲 这个行业的行业赛道是什么样的 我们再看学习清客的产品特征 在抖音快手如此风靡的 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有很多互联网的朋友 都说几乎所有行业都可以用短视频重做一遍 我相信在座很多位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些观点 我想在线教育也肯定值得用短视频重做一遍 学习清客是坚定的短视频重构学习的知识者和实践者 那我们今天把短视频解构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短视频在短这个事情上有三种完全不同的产品特征 第一种以抖音快手为经典的 可能是15秒就一个视频 甚至几十秒不超过一分钟一个视频 我们管这个视频叫小视频 在这个为止 待会我再讲 我们把几分钟的视频 尤其很多网上比较常见的短视频节目 一些像帕皮这样的短的网综的一些节目 我们叫短视频 这个是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市场 然后现在教育行业里面 还有一个产品叫AI课 AI课通常是二三十分钟 二十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产品 通过AI和一些录播视频的互动 去实现授课的这样一个还原 我们经过分析发现说 几十秒的视频 几分钟的视频 和一二十分钟的视频 这三个不同的视频 基本上代表着三个不同的行业 小视频是典型的 要通过UGC的方式去生产内容 对吧 个人随手发谱 短视频呢 随着时间变长 变成几分钟 所以需要一些PGC的理念 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生产内容 AI课很典型的 就是一个体系化的 传统的课程的还原 主要就是去通过AI的方式 让原来的一个录播课 变得更生动 他实质上还是去讲课 在这三个不同的市场下 我们也分析说 那学习轻和适合 多长的视频 我们是应该做几十秒的 还是应该做几十分钟的 我们自己现在的观点是说 如果是几十秒的视频 尤其像抖音快手这样的 很短的小视频 它适合专项练习 适合我就做这道题 我不会有一个几十秒的视频讲一讲 它不太适合体系化的学习 不太有学生说 通过不断刷几十秒的视频 可以完成一个系统的学习 和成绩的提升 那AI课呢 由于AI的技术 在很多时候无法实现真正的高品质的 高怀源的互动 使得它现在仅仅局限于 学前和启蒙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在市面上看到 很多做AI课的这样一些玩家 大多数是在学前这样一个赛道里面 所以我们认为 学习清客 在小学这样一个方向上 我们适合用几分钟的短视频 去实现整个教学的过程 所以这就讲到了说 那你既然是做几分钟的短视频 你通过什么产品特征 把这些短视频串在一起了 那就是我们下面这个部分的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要去通过 清客的清这个字 把短视频的学习串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 对于一个在线教育产品而言 这个课程如果用户购买之后 没有学完 在好未来的教育理念里面 我们讲 教不好学生等于偷钱和抢钱 他买了不学这件事情 是令人耻辱的 所以既然它变成短视频之后 我们又在一个清服务的前提之下 怎么能够让孩子去学完呢 让他自己持续地去学习呢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清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定义 第一个叫清服务 我们不会说 一对一地去解答孩子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会通过社群 通过学习计划 通过监督 通过一些好玩的一些措施 一些服务的一些点 让用户感受到我们跟他的连接 我们会把这样的学习报告 发给家长 也让家长可以看到 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进步 和一些需要提升的地方 这个清服务 我用一个数字去换算 大家可能就知道 比如说我们讲传统的 在线直播大班的这个模式里面 一个辅导老师可能可以服务 三四百个学生 在学生清课的清服务体系里面 我们的一个辅导老师 可以服务两三千个学生 真是在这样一个 通过大量的AI的工具 管理工具的前景之下 可以实现 在小学课里学习的 一个服务的一个加持 使得我们的学玩率 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另外清游戏 对于学生来讲 去自学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你有一定的游戏化 有一定的趣味 闯关 包括一些激励 这会使得我们的流存 和用户学习的动力 得以保持 第三个 清社交 作为一款在线学习的产品 清社交就意味着 你要有很好的裂变的机制 也有很好的口口相传的 这样一些机制 这个机制也正是我们 清的第三个特色 叫清社交 这三个清分别对应 今天我们看的大多数 在线教育产品 甚至互联网产品的 三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第一个叫拉心能力 第二个叫流存能力 第三个叫转化能力 基本上 清客的清 就是源自我们 对这三个东西的理解 以及在整个我们产品的 构造和建设上 都是围绕这个模型展开 最终 它会回到这个核心 叫学万律 刚才已经讲过 其实我们叫 学了是清客 这个清啊 只是清在这些地方 它的课程并不清 大家知道 清客的很多的内容 是用动画来实现的 用动画 甚至一些拍摄的外景 来实现的 通常来讲 一个老师 原来上直播课 一个小时的课程 在清客里面做动画 大概只能做一两分钟 就是这样一个性价比 使得 有时候我会 对自己的团队开玩笑说 我们其实不应该叫 学而是清客 我们应该叫 学而是重客 这就是我们讲的两个重 第一个重的课程 这需要有很高的投入 对品质有很高的要求 同时又需要保持这个课 有趣又有效 我们现在大概一共有 近千人的制作团队 包括了研发 教研等等这样的伙伴 这样一个团队 也是保证我们在重课程上 实现高品质的产出 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要求 另外第二个重 叫重个性 重个性意味着 我要有很好的数据的支撑 我需要有很好的AI的助力 我甚至需要实现 在用户去使用 学而是清客产品的时候 可以一定程度地 牵人牵面 可以自适应地学习 他想学习的东西 需要学习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两重 后面还有两个关键词 叫多评 清客从一开始 我们就不是局限在小评上面 小评就指传统的这个APP 我们一开始就做大评 在做大评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行业的朋友 认为说在早些年的时候 像教育的内容 在大评上的受化音度 并不是很好 或者说教育盒子这个产品 曾经也是一个被证伪的假命题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是经过了一些很深入的思考 后来我们发现 有这么几个问题是 以前可能没法解决 但是现在重新出现一波 巨好的机会的一个场景 第一个叫 如果我们的在线教育 从一开始就承载要普惠 要下诚 要满足更多的 把一线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 带给更多三四县 甚至农村这样一个使命的话 我想请问各位的是 学生用什么设备去上课 他用手机吗 可能家长的手机不是很方便 同时他可能也没有手机 这样一个随时随体就有的 这样一个场景 第二个他用Pad Pad其实在低线城市 是非常不普及的 而且用Pad 用手机 甚至用PC 家长都会有一个担心 叫孩子有没有可能会去玩游戏 做一些别的事情 不可控 所以我们发现 电视这个大屏 是一个很好的场景 这个场景基本上就把 我们整体的这个绿色学习 而且可以通过遥控器 把大部分教学互动里面的 还原的场景给还原出来 所以我们认为大屏 是一个非常刚需 且没有被开发的一个机会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们就做了大屏 包括小屏 后来我们也做了中屏 就是我们的智能音箱 机器人上 也有我们一些清客的内容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 清客的产品里面 产品理念里面 最重要的三个词 三清两重和多评 学习清客也是 持续坚持为用户提供 高品质的内容 持续坚持AI技术 与教育深度融合 打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持续坚持以大评为核心的 学习场景 构建完整的家庭学习生态 上面是产品这个部分 最后我再花一点点小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都做了一些 什么样的内容 第一个 我们的内容从一开始 就是伴随着教材同步 从预习复习拓展这个场景去开始做 基本上现在大部分 与书音的主流教材 我们都是支撑的 同时 在服务 K12与书音这三个主流学科的基础之上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苏养课 科学类的课程 这个课程也在 清课里面非常受用户的欢迎 累计已经服务了一百多万的用户 到明年的今天 我预计我们会产生大概三百个SQ 能够实现数百万的付费用户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 到今天为止 学院是清课已经创办了一年零十个月 在这一年零十个月里面 我们服务了三百多万的付费用户 这是一个再读付费用户的概念 再读学员 我们的复购率是百分之八十多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事实上 以前在传统的路波克时代 我们讲一个用户 从路波到路波的续报的复购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学期课的续报 通过用户像素养科的这种复购 已经实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复购率 最后是我们的课程满意度 大家如果用过清课这个APP 你们会发现说 在你每学完一堂课之后 都会有一个评新的评分要求 打几星 在清课内部 我们认为说 不管是谁做的这个课程 你做了这个课 只有用户打五星 我们才认为用户是满意的 在清课内部 打五星的这个数据的比例 就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四星算成满意的话 其实它已经接近百分之百了 非常接近百分之百了 也正是在我们这个高品质的内容 和良好体验的产品的支撑之下 我们才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些数据 我们的教育的这个使命是 让学习有趣更有效 这个跟集团的教育理念也是一一对应的 集团的 好未来集团的教育理念是激发动力 培养能力 激发动力对应着有趣 培养能力对应着有效 今天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 清课的合作的伙伴 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其实今天没有时间去展开 我的第三个部分叫渠道 我认为在一个 以内容为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上 内容跟渠道 必将是我们最重要的两块核心壁垒 也最终会通过渠道 使得清课的内容 能够在大面积的这个城市里面去下沉 可以覆盖和踏写到更多的付费用户 最后很感谢大家今天光临这个现场 我希望能够带领的学习清课 跟各位一起共创清课的美好未来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真心的精彩演讲 刚才真心讲的三清两重多品 把我们整个清课的产品的底层逻辑 讲得非常的清晰 再次感谢真心 学尔斯清课是以5G作为媒介 是以人工智能为载体 以家庭为学习场景 我们要打造5G时代的学尔斯清课模式 我们认为未来家庭教育模式 会打破学习和游戏的边界 会打破生活和教育的边界 学习和应用的边界 以及智力培养和人格发展的边界 教育会真正的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去 给孩子在家庭学习中提供更加智能的学习工具 客厅的学习场景 加上AI的智能技术 加上丰富优质的教育内容 学尔斯清课盒子诞生了 并且已经进行了一些市场的尝试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学尔斯清课商务中心的负责人李峰 和我们一起分享学尔斯清课的市场探索 掌声欢迎李峰老师 同样是博士 差距太大了 好 那我要不就代表在座的各位 先现场采访一下李峰老师 好不好 李峰老师请问你是不是单身 这个不方便回答 这么大年龄单身实在是有点丢人 算是王老五 我问李峰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轻购盒子也是刚刚发布 也有一些市场的探索 能不能请李峰老师介绍一下 这个市场的一些反馈 这个是这样 就是虽然学尔斯是个 就是在中国的教育行业内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 但是学尔斯清课还是一个知名度不算很高的新兴的产品 那么我们要做智能硬件 我们就更是这个行业内的一个新兵 我觉得呢 万丈高楼平地起 众人食柴火焰枯 之所以学尔斯清课今天能有一点点市场上的小小的突破 得益于我们跟我们顶级的合作伙伴在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觉得呢 把我的合作伙伴邀请上来 让我国内最好的这些顶级的合作伙伴来讲一讲我们合作之间的一些内容 合作的一些方法可能比我自己说更有说服力一些 在各位合作伙伴演讲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先启动一下这个环节 好 学尔斯清课盒子呢 承载着我们普惠千家万户 让更多的中国家庭用普惠的价格 享受高品质的教育内容的心愿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离不开各行各业伙伴们的支持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移动智慧家庭运营中心 智慧互联网产品部总经理助理荣誉军 百事同总裁程锡 京东零售集团消费品事业部总经理江龙武 学尔斯清课智能硬件项目部负责人 滕俊龙上台一起见证产品发布 给各位在场的小伙伴也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遥控器呢 其实也是我们学尔斯清课盒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很多的AI功能也是通过这个遥控器来实现的 今天呢 请各位嘉宾一起 我们把遥控器呢对准这个大屏幕 欢迎开启清课盒子 请用遥控器对准屏幕中心进行校准 问候浅客的功能是被对散布 和用里面猛震筹的 两个人 并且不需要 许多优优优独播剧场 不得 让课室秒变课堂的智能学习机 雪尔斯钦克盒子正式发布 雪尔斯钦克盒子打造智能化魔镜系统 AI智能表情识别 精准语音输入 对图像 语音 文字等数据进行科学分析 在线班主任为学生定制学习计划 鼓励引导自主学习 为家长省心省力 雪尔斯钦克盒子 一款让家庭瞬间转换为教室的智能设备 好 那我们先各位嘉宾在台上一起合个影 好 那就把话筒交给李峰老师来采访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 首先再次的介绍一下我们非常好的核心的合作伙伴 因为一个优秀的产品的发展得益于选择优秀的合作伙伴 我们选择了在电商领域 在运营商领域 以及内容拨控及内容运营领域 全国内最顶级的合作伙伴 与我们一起做了雪尔斯钦克 在大屏 在整个家庭场景上的一些智能的探索 接下来呢 我们分别有请三位我们的最核心的合作伙伴 来对我们雪尔斯钦克的一个合作的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并对我们的雪尔斯钦克项目做出一个简单的祝福 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中国移动集团智慧家庭运营中心的荣总 然后呢 我们都管他亲信的叫荣叔 雪尔斯钦克大屏产品呢 如果说好未来是这个产品的妈妈 那么荣叔就是这款产品的爸爸 接下来有请荣叔来简单的跟我们讲两句 大家家务好 我来自中国移动杭州研发中心 这个另外一个title我们叫中国移动智慧家庭运营中心 很高兴能来参加这个发布会 教育呢作为国家的未来 我们中国移动长期关注教育的发展 这款清客盒子呢是中国移动跟 雪尔斯清客联合研发共同打造的 这款盒子呢这里面使用的那个云交互AR技术 是由中国移动自主研发的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这款盒子呢实际上我个人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呢它打破了这个地域的限制 它都有一个教育盒子啊你只要是有网的地方你就可以去上 另外一个呢这个教育盒子 它解决了一个常委学习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雪尔斯培优他实际上他要考试的啊 这个这个重新好的还可以去上啊 但是我们这个盒子呢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啊 大家都可以去上 然后另外他还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解决了一个优质教育价格贵的问题 现在你上任何一个那个线下的班 你会发现这个价格都很贵啊 可能带坐的各位没问题 但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负担的啊 这个盒子呢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经上市呢 我接到很多家长这个反馈 说这个盒子很好啊 非常非常棒 所以说我们现在中国移动各省公司啊 也在大力推广这个清科盒子啊 助力我们这个中国教育事业的一个发展 然后另外呢 就是5G也来了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广告特别多 中国移动呢 也全面推广双签计划 双签计划一个是5G移动网络 一个是宽带这个光纤宽带网络 在双签造时代呢 对教育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契机 就是下一代的教育盒子也好 或者下一代的这个教育内容也好 他会使用供宽的带宽 供低的一个延时 会使用AR技术啊 就相当于人工智能技术 会使用那个虚拟现实技术 会使用中强现实技术 后面会达到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学习 教育智能化 针对于每个孩子呢 会实现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教育 特色化的教育 是每一个孩子呢 可以快乐的学习 自信的成长 可以拖起每一个孩子的梦想 我相信我们的产品会越做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容寿 谢谢容寿 接下来呢 也很有幸请到了百日通的程总 那个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种合作的经历啊 其实最早我们要做大评 包括我们要做硬件 百日通呢 是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老师 程总给了我们很多的 专业方面的建议 而且呢 我们整个这个内容的品质的品控 都是由百日通来给我们进行 这个整个的品控的管理的 那如果说移动是爸爸 那么百日通就是学二思青客 启蒙的一个老师 对吧 下面接下来有请程总 简单的跟我们说两句 这个客气了 这个大家下午好 那个首先非常高兴啊 今天我们这个一起打磨了 应该好几个月啊 那个学二思青客盒子呢 中包担护了 今天那个 我也没看到 那个我来自百日通啊 我们的logo是Bestv 我想借着机会呢 分享三点 首先一个呢 那就是百日通的初心呢 是我们要做最好的电视 叫Best TV 那么跟我们学二思青客的 把客厅变身为客堂 这个出自于一个脉 那么正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初心 所以呢我们用科技 科学科技的创新呢 来改变了我们电视的看法 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很多的交互 因此呢 当我们看到学二思青客 他们做的这些研发 这个产品呢 跟我们的这个基因啊 非常的匹配 所以呢我们是一拍几合 而且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 双方技术团队的配合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我们26个省分的IPTV平台呢 进行落地 那么刚才分享有300多万的用户 已经开始享受这个服务 那实际上我们覆盖的用户群 有4500万 那么第二个呢是 Bestv呢 就是我们Bestv 我们是来自于上海电视台 SMG 所以呢我们有两张牌照 来加持这个学二思青客 一个呢 我们是全国IPTV平台的内容服务商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学二思青客的内容 这个下发到全国 学二思青客盒子呢 实际上是用了我们的另外一张牌照 是我们是OTT的七家牌照方之一 在我们的团队呢 是为学二思青客的盒子呢 进行内容的这个保家户 也是可以 也是让学二思青客盒子 能够 能够就是发布的合法合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是 我想说的是叫Bestv Bestvalue 共产价值 我觉得这价值呢 两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相信通过我们和 中一栋 和学二思 我们的通议合作呢 实现这个盒子大卖 实现这个商业价值 第二个呢 作为一家国有的上市公司 我们也愿意 和那个学二思 和中一栋一起 把刚才这个曾庆讲的 在我们国家实现经济的 精准扶贫的同时 把我们的教育 也能够实现精准的扶贫 以此实现社会价值 那么我想呢 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努力吧 感谢程总 感谢程总 最后的那个 同样也是介绍给大家 是京东零售的负责人江总 那个如果说刚才呢 有启莫老师 有了他的产品的父母 还需要有一个从零到一 学区走路的这样一个领路人 那么京东在3C国内 是最顶尖的电商渠道 而且京东零售前期 对于学二思青客 整个这个产品的品类的销售和发布 包括前期的破逼和推广 给予了巨大的流量的支持 包括在双十一 我们搞的这种直播的活动 在京东的品类里边 也是排行靠前的 那么接下来 请我们京东的江总 来简单的为我们说两句 谢谢李总 大家好 我是京东母银江龙武 首先呢 非常感谢学二思能够 将这样的一个中版产品 放在京东平台的首发 其实这款产品 本人不是第一次来看到见证 那在前两次有两个机会 第一个是在我们CBME的 这个展会上面 一个很生动的感受是 在展会还没有开放之前 我们就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 买了两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双十一之前呢 做了我们CBME的核子产品的 京东独家首发 那在我们李分总 已经我们CBME的工作人员 讲解了之后 我们现场就有大量的用户 直接进行了购买 这是两个消费者直观的反馈 那刚才在来的路上呢 其实我们的同事告诉我说 因为我们上线了 也就刚刚一个月的时间 双十一之前十月底的时候 但是经过一个月的上线之后 这个产品的曝光量已经突破了千万 并且这个产品在我们的用户的搜索 叫教育搜索里面 已经达到了Top3的这样的一个牌位 所以这个产品是毋庸置疑的好 第二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那京东一直以来都是将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消费用户 那学尔斯的清客盒子呢 也是将最优的产品 最优的内容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学生们 那这两者的结合呢 更能体现出我们在未来 能够将更好的产品 带给我们的用户的这个用意 那京东母婴呢 一直以来这个是我们母婴零售商的最大的渠道 那我相信这个在未来的领域里面 我们能够将教育和将服务 能够扩充到这个领域里面去 能够不仅是实务方面 更是在我们的教育行业 能够取得相当好的这个成绩 所以呢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学尔斯辛格 感谢李分总能够将这么一个重版的产品 交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做一起把它做大 那最后呢 我们预祝这个产品能够上市成功 能够在京东大卖 能够在全渠道大卖 将更好的产品 服务于我们的京东用户 服务于我们全渠道 全国的妈妈们和孩子们 谢谢大家 感谢张总 好请各位嘉宾落座 非常感谢各位合作伙伴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人们常说呢 教育是一个慢行业 不仅需要智能技术 而且呢 还需要非常高品质的内容 作为内核加持 搭建家庭教育生态的内容互成核 就显得尤为重要 今天呢 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 豪卫来集团 战略总监潘兴 以及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 芒果TV熊猫博士的代表 共同探讨如何搭建 家庭教育生态的互成核 潘兴老师拥有15年的 咨询行业的经验 专注于战略营销 客户体验领域 快销和制造业 他是前艾森泽战略咨询的总监 现任集团中台战略总监 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潘兴老师 多谢多谢 那各位请 那请各位嘉宾先落座 其实今天呢 能够跟三位同台非常的容器了 而且我也不禁感慨啊 今天真的是到了一个 非常跨界融合的时代了 在座的每一位 其实都有不同的背景 那在这儿呢 我不过多的介绍 先卖个小关子啊 请每一位嘉宾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背后的跨界故事 那么林彦要不您开始 我先开始 大家看到这个刚开始 一进门的那只可爱的熊猫 戴着一只博士帽 有一副小的黄眼镜 那就是我的小宝贝 叫熊猫博士的一款IP 熊猫博士也是从过去 在过去的六年 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跨界 从刚开始的儿童娱乐 娱乐应用游戏公司 变成了现在的一家 儿童教育娱乐品牌 那是怎么样实现 这样的一个变身的呢 我们从刚开始的 只有在应用商店上 做知识类的 针对地理儿童的启蒙 到现在的 比如说像有熊猫博士 看世界这样的通识类的课程 教低龄的孩子们去 熊猫博士拉拉他们的手 一起去认知世界 也有像熊猫博士识字 这样的学科类的产品 每天花十分钟 可以教会孩子们 轻松地学习 一千两百看字等等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 成功地由娱乐 向教育实现了跨界 好的 非常精彩 从游戏娱乐到教育 那么之后想请 纪主编介绍一下 您这边的跨界的 谢谢啊 首先呢 国家人文历史呢 是人民日报主管主办的一个 应该算是个 文化历史类科普刊 那么我们 这个一开始呢 其实呢 就是想把这个内容做好 所以呢 就对跨界这个事儿 完全是一种 这种被动式的 或者说一开始呢 是一种被逼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首先呢 我们倒是没有什么生存压力 发行量都是在增加的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吃亏 我们的这个发行量数字啊 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十几万 甚至更高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背后没有产业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如果办一个汽车报 背后有汽车产业 那肯定是有大 大大的这个广告商 包括收益 然后如果你办一个 时尚媒体的 背后有时尚产业 我们办的这个文化历史呢 没有历史产业 所以呢 这是一个让我们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就在想 说我们这个文化历史 这块怎么能向 这个比较实在的产业去靠拢 那么第一呢 我们就想到 因为文化旅游部和之前啊 就实际上文旅就已经不分家了 所以我们呢 现在呢 就是在运营人民日报的文旅频道 同时呢 把我们原来这个优质的 内容团队的力量注入进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 跟文旅拉手的这样一个跨界 同时呢 我们想 还有文创 现在很火 故宫和我们签了一个 十年的战略签 然后呢 把故宫把我们 这个和我们合作呢 就是主要是做故宫的文具这一块 那么我们 又跟文创来拉手 那我们想 除了文旅 文创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文教 所以呢 我们也是 这个一直在与学而思 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 这个 希望有机会 将来这个在 比如说大语文啊 比如说这个 嗯 您说的一些通识课教育方面啊 这个 来 将来也能在文教方面实现跨界 这样我 我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国家人类史这个跨界的 这样的几个想法和一些历程吧 谢谢 好好好 非常感谢啊 虽然您说是被动跨界 但是从内容到文旅 再到文创 再到教育 其实走的是越来越远的 那么万总 您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您这边跨界的故事好吗 好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网络TV 广管校中心的 我相信大家对网络TV 应该比较熟了 它是一个隶属于 湖南广电旗下的 一个新媒体的平台 那么作为一个 营销板块的 这个 负责人来讲 其实 跨界一直是我们在寻求 主动寻求的 因为我们干的活 就是不断地和人合作 然后在合作中 产生共赢 然后产生共同的 这个增值的价值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板块里面 一直在这个 做新的探索和尝试 今年我们其实和薛尔斯 也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尝试吧 因为是在一个内容IP里面 可能大家会有了解过 是我们的 旗子老板旅行 这样一部综艺里面 做了一个新的 跨界尝试的一个合作 那么其实在参与 今天这个发布会 包括之前 在了解之前 我在看了我们的内容之后 其实我基本上 通过我们的情节的合作 已经对薛尔斯的核心的 这个产品卖点和价值 已经非常清晰了 就是在整个体验的过程中 怎么样让孩子 有自主学习的 这样的积极性 怎么样能够有普惠性 能够让更多的家庭 能够参与进来 其实在这些板块里面 我们有很多 在内容上的一些尝试 所以其实在各行各业吧 我们都会根据 每个行业的这个特性不同 都会定制一些 我们一些挂捷的 内容的合作方式 其实包括 今年我们和京东 包括在营销上 那些跨界合作 也是非常深入的 我们在整个IP的 联合打造上 包括帮我们客户 做一些首发 首创的首席 做过当中 也有一些这样的尝试 所以其实我觉得 跨界在营销项的 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 还是一个我们日常 都在不断去探索 和摄影时代 潮流变化的一个板块 好的 那几位呢 不管是无心而为 还是主动追取 最后我们都走到了跨界 而且都跨到了 教育这个领域上 那么也感谢 教育这个话题 让今天我们几位 来自不同背景的嘉宾 能够聚在一起 其实呢 教育一直是一个 很慢的行业 但是最近呢 因为互联网的爆发 包括资本的涌入 让这个行业 变得越来越快了 很多不同的玩家 涌入了这个赛道 特别是家庭教育 这个赛道 我们觉得这两年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如何构筑教育企业 自己的护城河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我们还是 女士优先 从我开始 好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 教育应该是一股源头活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教育 不应该是一件 很死板的事情 它应该是一个 就是可以让知识 可以更快起来 你看我们纵观 以前的这个历史教育 是怎么样 用不同的媒介 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 从刚开始的 单纯靠文字 到后来的音频 视频 然后我们也要想一下 未来可能还会有 这个虚拟现实等方式 都是为了可以让教育 更有效的 更高效的传递到 受教育的人的脑中 其实我可以 非常可以理解 教育变快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相比起 我们的幼年 现在的孩子 他们要接受的 来自于这个社会的信息 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其实我们 还是应该做的是 慢下心来思考一下 怎么样可以让教育 不单单是更快的传递 而是更高效的传递到 我们自己的脑中 我们孩子的脑中 熊猫博士的做法就是 我们觉得这个教育 就是可以比喻成 用知识去灌溉祖国的花朵 不应该像这个 洪水泄闸一下 一下就倾线而下 而是应该多渠道的 慢慢的细心的去灌溉 所以我们用这个 我们自己的动画片 用我们自己的故事 用熊猫博士的游戏 和原创的应用 去围绕着这个 软萌可爱的IP 让它深入孩子们 和家长们的心目中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让孩子们希望 渴望去拥抱知识 因为他希望得到 熊猫博士的陪伴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慢慢的去灌溉他的心灵 让他得到教育的 更有效的教育的吸收 这是我们的看法 好的 所以我总结一下 熊猫博士是说源头活水 就是说用更好的交互方式 围绕着游戏 IP等等多种的方式 让孩子激发他的学习兴趣 更喜欢学习 真正让学习更有效 那么记住边 不知道从国家人文历史的角度 您怎么看教育的护城河呢 首先教育护城河也是护城河 所以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护城河 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说这个事 你做完之后 就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这个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是假设一些大的资本进来之后 他看到砸你 比砸别人更有效的时候 这护城河就算有了 所以从本职一点讲 可能国家人文历史 这样一个在人民日报的 这样的一个旗下的杂志 并不存在是说害怕别人去 去把自己给收购了 什么这种 这种可能不太 就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 它可能不太可能存在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自己认为 就是说我们是做历史阅读的 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读书多的小朋友 喜欢看各种各样杂志的小朋友 然后他的知识面会比较宽 然后他会可能在某一些学科 比如说喜欢读历史书的 那可能在语文和历史的方向 他的成绩就会比较好 比如说喜欢看英文的著作的 就是这个 那肯定他英文会比较好 对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下 就是我们国家人文历史 就是认为可能时间是 我们这种 就是说内容媒体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呼称河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建立方式 我想谈这样一个就是看法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是用十年的时间 让看我们的读者认为 我们这件事情 读我们这个杂志 在这个科普历史领域的这个阅读中 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网上有很多东西 可能他有错误 或者是有一些夸张 因为很多互联网的 他的这个内容盛产 他可能有标题党 会有一些 这个可能是 不是那么精砖 所以他出现一些错误 但如果你是把文化历史 跟教育相结合的时候 你就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对不对 那谁值得信任 就是那个做的时间最久 长期输出最好品质内容的 不会出错的 这样的 他才被家长所信任 比如说 我们需要阅读一些这个 历史文化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让小朋友上那些 可能会出错的网站 或者是对吧 那你给他买什么 或者让他去看什么 那当然是在这个领域就看我们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 算是所谓的护城河吧 这个我想呢 就是我们从文字 就从图文再到视频 家长同样会信任 说这个人做的视频 可能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他不会出错 他作为教育这块 教育小朋友的历史和文化 这块的这个提升 他不会出错 他是一个品质 至少在这个内容的 这个准确这个问题上 是不会被质疑的 这样我想呢 我们就可以 至少对我们来说 我们建立起 无论他以后是这个视频 短视频也好 还是长的视频 还有什么VR AR 对吧 那他最重要的 就是那种信任感 就是那种 他能做那个对的 靠谱的东西 那我是想说这些 然后另外呢 我最后想补充一件 就是说从同频的 这个角度来说 2015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我们自己 那部开玩笑叫尾刊 和我们长得特别像 叫国防参考 因为我们原来 这个前身叫文史参考 然后呢 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那个文革 文章的风格呀 什么都很像 排排也差不多 然后但是他不到两年 就消失在市场里 我是觉得 那就是我们前面 五到十年 所积累的这些信任 让读者还是会选择我们 谢谢 所以纪主编 其实刚才说的是 高品质的内容 长期的投入跟积累 是我们的护城河 那我想追加您一个问题 您觉得在家庭教育 这个场景什么样的内容 更适合呢 可能有点难到我了 好 那那个问一下万总吧 就是您觉得教育的 护城河会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各行各业的 护城河其实是相同的 就是产品 每个行业只有把自己的 产品做好了 他才能建立真正的护城河 那么其实作为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的学尔斯 包括包括TV来说 我觉得我们都是从事 对于人们精神生活 塑造的这么一个行业 所以其实我们的产品 更多来源于是我们的内容 内容的一些高品质和 定制化个性化的打造 持续的输出 那这样会成为 比较好的一个护城河 护城河的一个打造 因为藉由我们刚刚 这个剧主编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确实 我们也很认同 就是他需要一个长时间 持续不断的输出 其实芒果TV 基于整个湖南广电背景来说 它就是一个 20年以来 不断的在输出 这样的精神文化的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产品和内容 然后更好的 和我们的用户之间 产生连接 而且其实这样的内容 更多会有圈层的细分化 那么其实我们也在去 了解我们的用户 因为我们的用户 它呈现了两个 两个项线 第一个是 我们的用户比较年轻化 所以其实在我们平台上面 其实还是聚集了不少的学生人群 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用户更加的女性化 那会有很多的 妈妈的人群 那么这两个人群 其实它有个共同的一个需求 就是教育 所以在这个板块里面 我们也在不断地去 深耕一些高品质的内容 那么这样的内容包括像 明年我们会在 综艺的板块去尝试一些 高考的题材 那么在电视剧的板块 我们其实会去投拍一些 关于幼生小的题材 那么这样的题材 其实更多的是服务于 我们用户的一些精神 世界本身的一些需求 那么其实也在 逐渐地去传递一些 可能更加正向引导的内容 那么形成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循环 最后就是我觉得 这个护生核 可能它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连接 当每个行业都在去 建立自己护生核的时候 那么可能跨界的 护生核的连接 就能让这样一个 生态的闭环所形成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整个生态的护生核 它就慢慢地会树立起来 我觉得其实刚才 万总说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是通过生态的链接 跨界把整个护生核 做起来 我就想到我们亲客 是一个挺好的例子 我们有一支 几百人的影视制作团队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 从互联网来的 高科技的 包括AI的团队 这样联手打造 能够让我们的内容 和我们的交互 更加好的服务于 我们的孩子 真的让学习有趣 更有效 那我也想请问各位 就是你们本身有跨界的经验 而且也在跨界的领域上 也走得很远 你们觉得就是跨界 是不是有助于我们 打造这个高品质的内容 或者说跨界 怎么能够帮我们 打造这种高品质的内容呢 好 从熊猫博士的角度上来说 其实作为一个 IP的原创者和内容的创作者 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就是 你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做出来 你自己觉得非常精品的内容 在座的没有人看 在座寥寥无几 这是你最担心的 然后在其实 要创作出任何一个 可以让时代记住的符号 都是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基于整个 从渠道到媒介 到内容到产品的搭建 然后熊猫博士 其实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我们在 花重金投入 做这个熊猫博士动画片之前 是做了非常多的 线上和线下的渠道铺垫 通过我们的这个游戏应用 各种各种各样的互动方式 所以其实这一个跨界 就从应用到娱乐的 就是我们的第一步的小跨界 也是有幸于 已经因为我们已经搭建了 这样一个生态 所以才会更容易创造出一个产品 让别人记住 然后从这个 加入了好未来教育集团以后 从娱乐到教育的跨界更是如此 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 对产品的初心 然后结合了好未来教育集团 强大的师资 和对这个教研的求真 创造出的教研产品 就会更受到孩子的喜爱 而且是家长的信赖 因为它真的可以有教育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步的跨界 都是对我们来说 都是好处非常大的 好 那记住编呢 在您跨界的经历上看 怎么有助于打造高品质的内容呢 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 是我们打造到高品质的内容之后 如何找到更好的点去跨界 让我们的内容发挥更大的价值 产生更大的价值 那么其实我觉得呢 我们最早尝试的跨界 是跟文旅的这块 目前到现在已经两到三年的时间了 那么效果是比较好的 就我们知道地方上 大量打造各种各样的这种 什么特色小镇啊 文旅小镇啊 然后但是我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专业人士的视角来说 他们就做的都是一些假古董 甚至都是垃圾 然后呢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团队 是叫人民文旅智库 我在这个智库也认识高级研究员 这么多年在做这块 所以呢 就相对就是从审美到这个 对于这个 我也比较喜欢旅游的一个人 我对于这个 用这个普通一个游客的需求 包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怎么看待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 它有什么可以挖掘的历史文化的点 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说 是把我们以前做内容 做文章的这些知识和力量 然后用到这种可能 一头几十个亿 上百个亿的这样的一个 大的这种文律项目上 我们为他们去做很多的科研报告 以及我们通过我们的内容 因为有很多人可以做科研报告 但是我们 首先我们做的也比较专业 第二呢 就是我们背后呢 还有两个别人不能取代的东西 第一是人民日报的背书 第二呢 是我们整个人民日报报系的 这个对它的宣传的加持 那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应该叫组合权吧 然后呢 就把我们原来生产内容的这种经验 然后变成了把这个内容的承载的这种产业扩展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那么这块呢 现在在地方上 这个比如说和苏州 然后比如说和这个宁夏 吉林都在做这样的项目 那么我是觉得这是一个 把我们的产品跨界 然后你就说跨界怎么来 这个和护城合这种关系啊 对 你几十亿的项目 打一个文旅小店 对吧 他完全可以拿出1%的钱 就把我们收购了 对吧 或者说 或者是拿出1%的钱 就把我们这个事给干了 但他为什么不这么做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 除了金钱之外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事的积累 才能够做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他们花钱是买不来的 只能花钱买我们的服务 这样的一个 我想就是 我想表达就是说 这是跨界和护城合 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你跨过去之后 人家打不过来 而是双方的深度可做 导致双方的互相增值 所以还是高品质的内容 是我们的内核 并且拿出打造这个内容的 这种心态 去打磨更多的产品 好 那万总呢 您这边 我们认为 其实跨界对于高品质的内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也是必须的 就比如说 我们未来尝试的一些 教育品类的一些内容来说 其实我们跟李峰老师 也探讨过和学习过 比如说 一个幼身小的 一个电视剧 应该怎么样在内容方面 更好地打动我们的用户 给我们用户很多思考 然后给他们很多正向的建议 其实这个领域来说 其实只有和教育行业的专家 他可能才能 吸取一些更有价值的内容 然后大家跨界 才能够把互相的 这个优势弥附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 一个好的 一个综合体的 一个结合体 那么包括在 这个艺人 内容制作 各个领域 我觉得都需要去 吸取每一个领域的专家 每一个领域的 这个资深的 成功的一些 合作伙伴 大家 合起力来 共同把这样一个内容的品质 做到一个体制 那么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你选择 你跨界的合作伙伴 非常重要 一个是要选择 相关联系的 如果你是做教育相关的 就是和教育相关的伙伴 进行跨界合作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觉得要顺应 整个 时代的发展和潮流 那么在现在 整个5G AI的 这个时代下 其实技术变革 给我们 每个行业都打开了一个 新的想象空间的一扇创 那么可能 对每个行业来说 他都会去思考 那5G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那可能对于 一个互联网视频的 这样一个平台来说 技术能够给它带来的 新的这个视野会更多 包括很多在用户体验 交互 低焉石的这种 包括在虚拟影像的 这种建立上面 其实我们也在做 这方面的这个 持续的这种 投入和致力 在这方面的这个研发 那么其实它在 每个内容板块 它都会有它的这个 新的价值的产出 以及说我们可能实际上 大家会关注 比较多的 红的带货 那对于这个 我们品牌最后的这个 最后一公里的 这个销售上面 是不是能够起到 助力的作用 然后形成一个 营销的闭环 所以这一块 也是在跨界上面 不断地 根据时代的潮流吧 去选择当下可能 最适合跨界的 合作伙伴 在一起合作 对 了解 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也是大家在一起 谈得非常精彩 但是时间比较有限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请每一位嘉宾 用简短的两三句话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 都是从内容 制造者的角度 我们怎么看 高品质的内容 那么从用户的角度 我们觉得 做家庭场景 家庭教育场景的用户 他们更需要 什么样的内容 或者他们眼中的 高品质的内容 对你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一句话是吧 OK 我觉得是可以让孩子 用 让脑子动起来的内容 OK 非常的精辟 让脑子动起来的内容 你说到回到家庭 就是说很多 有孩子的朋友 问我 说怎么能够提高 孩子的审美能力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 我说这个 你们家不能有便宜东西 那么这个 不能有便宜东西 并不是说非要贵 是说不能有差的东西 不能有丑的东西 是的 然后就这种好的东西 我觉得你放在 你的客厅里头 那这个孩子 潜移默化之中 不用去看那些博物馆 那些东西 是在家吃的东西 但最基础的 就是你家客厅里 那些东西 包括我们今天 这个 学生寺做的 这个亲客的盒子 我是觉得 我在刚刚开场的时候 看了一段 你们的这个动画 我是觉得 你们的美工 应该再提高一步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 从审美的角度 也是在这个 学习的过程中 这个他天天盯着 这个盒子上面的 这个产品 在看的时候 就会有 他的审美的提升 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学生寺 能够在这一步 再进一步 非常好 多谢您 那个真亲 我们也记住了这个点 其实我们一直 也是秉持着这一点 就是对孩子的好 是无可复加的 我们一定会在 好的基础上 做到更好 关总 说简单点吧 我觉得其实个性化 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鼓励 孩子的个性化教育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这场可能很多人 都为人父母吧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孩子能够在自己的专场 和个性化上面 有一些差异和不一样吧 那么现在的一些教育和学习 更多的是在应试吧 那么一些普惠的这种教育 可能基础的 在满足的情况下 更多的去开发一些 针对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的 个性化的这种设定 我觉得过程中 个性化的调整 其实它可能在家庭的 这种客厅教育的环境里面 还是未来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发展 潜力的空间 对 谢谢 好的 就是更智能 英才师教 那么非常感谢 今天三位精彩的演讲 现在我们请三位嘉宾落座 谢谢 谢谢 这边我也把时间 交回给主持人 感谢 感谢几位嘉宾的 精彩的发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现场里面来了一位 非常神秘的嘉宾 那就是我们好未来集团 总裁 白云峰白老师 大家欢迎 机会非常难得 我们有请白老师 讲两句好不好 好 白老师 掌声有请 非常感谢所有关心 学二师清课 关心好未来的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 一起来到我们清课的 这样一个品牌发布日 我简单地讲三句话 不占有大家过多的时间 第一句话是 好未来清课 就学二师清课 是应我们对于家庭 教育场景的学习需求 应运而生 希望用一种 更轻的交互 和更智能的方式 更普惠的价格 我们讲的 这样一个产品的 第二句话是 学二师清课的话 是好未来集团的 战略级的产品 不是一款实验品 也不是我们会在这个方向上 不断地投入研发技术和迭代 然后呢 希望能够在真清和玉顺 和整个清课团队的带领下 做出好的产品体验和交互 能够满足中国上亿家庭的 对于家庭学习场景 这样一个学习的需求 第三个呢 第三句话呢 是大家都知道 学二师更好未来 原来是做2C产品出身的 刚才其实我们几位嘉宾也谈到 但是呢 我们从去年开始 认认真正地在思考 对于整个未来家庭教育需求 社会教育需求 公立学校教育需求 这三个维度的 共荣和共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重视 从品牌的投入 到产品的研发 到渠道的合作 这一系列的 就是我们说的企业的 微笑曲线的三个核心端 品牌 研发和渠道 以前呢 好未来集团 因为是做2C业务起家了 然后呢 我们对于渠道的 探索和理解呢 当时是有限的 我们从学二师清客 这样一款集团级的 战略级的产品开始 我们会重视和渠道伙伴的 我觉得共赢和合作 能够希望 通过我觉得 品牌研发和渠道 三点的发力 最后能够 把学二师清客 这样一款 如果能够做到 产品交互和体验 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嘉宾说到 包括我觉得设计 我觉得能够满足 中国下一代学生 学习家庭场景的 这样一个需求 然后呢 也能够跟渠道上的伙伴 共赢 好吧 好 谢谢 白老师请留步 白老师也难得 那个过来 我们请前排的第一排嘉宾 一起跟白老师合个影 好不好 我跟嘉宾们合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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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白老师 各位嘉宾请落座 好 我们继续 好未来集团的使命 是用科技推动教育进步 要让每一个家庭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都能够享受到更优质 更公平的教育产品 作为好未来践行 捕回教育的代表产品之一 薛尔斯钦克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 针对贫困山区 大病儿童 孤困儿童 开展了教育公益行动 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 在陕西 佛平 新疆 吉姆奈 河北 淮安等地 教育扶贫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 爱心包裹项目中 及好未来希望在线平台上 薛尔斯钦克为数万贫困学生 提供课程和教育服务 并捐出数百个爱心包裹 助力贫困地区的小朋友的 教育及生活条件的感受 在新阳光病房项目中 薛尔斯钦克向16个城市 30间病房的学生 捐赠3000个课程账号 让这些病房里的孩子 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也能和普通孩子一样 接受优质的教育 前不久 薛尔斯钦克联合水滴公益 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SOS儿童村协会 发起给孤儿一个家 和好未来的主题助学活动 公益活动 钦克C端参与人次近4.4万 共同助力孤困儿童的教育 和生活问题的解决 我们也接收到了 来自合作伙伴的感谢视频 和小朋友的使用视频 请大家观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水滴公益 张志浩 感谢薛尔斯钦克 在给孤儿一个家 和好未来的项目中 与我们合力为孤儿 儿童提供教育和生活支持 未来 我们也将继续 和薛尔斯钦克一起 关注中国公益的发展 助力教育公平化 成立爱与温暖 一起同情 大家好 我是北京清雪山 公益基金会的生委 在过去一年 薛尔斯钦克 与我们紧密合作 在人员公益项目中 琴克组织全员 来一起为我们捐赠了 大量的生活物资 教育物资 同时 琴克也给我们捐赠了 不少 琴克自己的产品账号 在未来 我们希望 琴克能为我们继续 把人员公益 贯彻到底 能够为乡村教育 为乡村的孩子们 做更多的贡献 大家好 我是北京西阳光 慈善基金会的 葛晶晶 感谢薛尔斯钦克 在西阳光 病房学校项目中 为孩子们提供 康复而优质的课程 未来我们将继续 和薛尔斯钦克一起 关注公益 关注大病 老公教育 让我们一起携涉 同行 补充意 爱与温暖 大家好 我是北京西阳光 慈善基金会的 郑田 感谢薛尔斯钦克 在西阳光 病房学校项目中 与我们合力为长期 大病的住院儿童 提供课程 支持 钦克 课程形象有趣 孩子们非常喜欢 未来 我们继续和 薛尔斯钦克一起 关注儿童教育 让每一个孩子 无论健康 或是疾病 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大爱无疆 温暖 同行 我们是河南省 新阳光病房学校的孩子 今年上一年级 学了钦克有半年 在薛尔斯里面 学到很多知识 薛尔斯 犹如家庭老师一样 教会了我儿子 很多东西 我很喜欢 每次都看电话一样 谢谢薛尔斯 18个小朋友分一分 好嘞 这边 姑姑 这个罐子里 一共有612颗糖 平均分给18个小朋友 你说 每个小朋友 能分析科糖呢 简单 612 618 要来算一下 先看 非诸数 612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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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18 18 18 为 20 18 18 21 20 21 21 20 20 21 23 21 22 21 23 24 21 24 24 23 28 so thank you so much I am very thankful to Tomorrow Advancing Life for your support and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for attend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is event and special thanks to Joy Hersey Light for making this supporting this event and making this day very special sincerely thank everybody who supported in providing loving home to every child thank you again 非常温暖的视频 未来雪尔斯钦克将继续整合 优质的教育内容 减少城乡教育差距 为教育普惠贡献力量 我们也在此发起 雪尔斯钦克公益助学计划 从教育内容 技术产品等多方面出发 支持大病儿童 孤困儿童 贫困地区小朋友 也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教育 接下来我们有请 水滴公益外部合作负责人 朱灵芳 中国SOS儿童村协会秘书长 朱飞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新阳光病房学校项目 总监王岸华 好未来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项目组 项目总监胡荣明 雪尔斯钦克总经理江真钦 雪尔斯钦克品牌部负责人 张纳 共同上台 一起启动 雪尔斯钦克公益助学计划 掌声有请 请各位面向大屏幕 把手掌放在大屏幕上 让我们共同见证 雪尔斯钦克公益助学计划 发布 好 请各位嘉宾到舞台中央 何影留念 何影留念 刘斯钦克公益助学计划 作者 刘斯钦克公益助学计划 请各位嘉宾落座嘉宾席 中国的家庭教育已经迈入了科技创新的新阶段 智能化的家庭教育势在必行 薛尔斯钦克将持续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 探索教育加科技更好的融合途径 坚持高品质的内容对教育对孩子成长的赋能 顺应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将新注入打造普惠下沉式的教育 让中国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让学习有趣更有效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与媒体朋友们的到来 GES2019蔚来教育大会品牌工作坊 薛尔斯钦克智慧家庭教育产品发布会 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参与 下面有请薛尔斯钦克的